同学们好,下面我们请大家来看第四个考点 就关于经营杆杆系数,财务杆系数和联合杆系数 那么我们这讲到教程第三章的时候 我们曾经讲到关于风险的计量手段 那么在第三章呢我们讲到 我们可以通过方差,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呢 来计量一下资产的分析 我们说这三个指标计量的分析 是指整体分析,或者就全部分析 既包括系统线分析,也包括非系统线分析 然后呢我们这第三章又讲到百差系数 我们说百差系数的功能也是用来计量分析 但是百差系数只能衡量什么分析呢 我们说只能衡量系统线分析或者市场分析 那么现在我们在教程第九章 讲到这是三个杠杆系数 我们说也是用来衡量分析的 其中经营杠杠杠系数是用来衡量经营风险 财务杠杠系数是用来衡量财务风险 而联合杠杠系数或者就总杠杠系数 是用来衡量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叠加到一起的总风险 这就是说这三个杠杠系数也是做一种风险衡量手段 但是和第三章所讲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那么我们说一讲到经营风险 我们说经营风险就是指接着经营活动过程当中 这种不确定性给你带来的风险 我们说风险是指不确定性 具体来讲经营风险指什么 我们说经营风险就是指经营活动过程当中 息息息利弱 变动的这种不确定性 就是指经营风险 话句话说一透露经营风险的时候 我们正考虑经营活动的这种不确定性 现在还不考虑经营活动大众资本是从哪里来的 也就是不考虑资本结构 因此我们说经营风险就是指企业没有使用 在务时经营活动的内在风险 就干脆我就不考虑资本来源 而财务风险我们说是指企业 由于资本结构当中呢 有负责融资或者优先股融资 给普通股股东带来的每股收益的不确定性 或者叫波动性 就是指财务风险 而做杠杠系数或者联合杠杠系数 也是指给每股收益 就股东的每股收益 带来不确定性的这种分析 那么具体来讲 这些杠杠系数怎么来计算 怎么来用 我们就这个问题呢 我们下边要展开讨论 首先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回到教材的第十六章 本料理分析 这个本料理分析我们跟大家讲 本料理分析就是基于企业正常经验活动 你的成本利落和业务量三者之间的关系 所以呢当初我们讲到个本料理基本关系是 大家还记得 就是习税且利落EBRT 等于什么呢 我们是等于销售单价 乘以销售量 销售单价我们有字幕P来表示 销售量 注意我们有字幕扣来表示 在这一章呢 我们说下边 就是有字幕扣来表示销售量的 所以销售单价才有销售量 就是企业的销售收入 然后这减去呢 这场经验活动过程当中的总长保费用 这个总长保费用 我们说建议部分长 固定性建议长保和变多性建议长保两部分 固定性建议长保 我们在这里有字幕F来表示 F 变多长保当中 单位变多长保 我们有字幕V 这个单位变多长保呢 我们有字幕V来表示 单位变多长保长一个销售量 就是变多长保总 那么这个公司呢 在第16章就讲到了 只不过我们在第16章 本来你分析这一章 讲这个内容的时候 我们为了使同学们看得更加直观一些 就是表示销售量 固定长保和单位变多长保的时候 字幕呢和这一章不一样 字幕不一样 那么在这个公司当中 我们说你的价格也好 销售量也好 固定长保也好 单位变多长保也好 他们的变化会引起谁的变化 稀碎前例如EBRT的变化 那么这种变化 这就是经营分析 那么我们说企业的经营上的分析 进一步的会传导给谁呢 传导给美股收益 美股收益 EPS 美股收益EPS怎么来表示呢 我们说一找到美股收益 是在这普通股股多角度来讲 美股普通股享有的净收益 它等于什么 它等于税前例如EBRT 解除利息爱 然后在长沙一节所得税率 计算出净利肉了 如果资博结构当中有优先股的话 我们说应当初全部净利肉当中 把属于优先股的股息 我们有字母PD来表示 我们说把它减去 就是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肉 然后再出于普通股的总股数 这就是美股收益 那么我们下边要讨论 监援杆杆也好 财务杆杆也好 联合杆杆也好 就是围绕这个内容 首先我们从监援角度来讲 我们说在监援活动当中 这种单价也好 长宝也好 产品质量也好 收获服务也好等等 这些因素的变动 其实最多我们说 会引起谁的变动 销售量的变动 而销售量发生变动以后 会传递给谁啊 息碎前利肉 又会引起息碎前利肉的变动 所以请大家看 销售量的变动率 我们说有字幕扣 来表示销售量 那销售量的变动率 我们就有达塔扣 除以扣零 扣下面表个零 代表什么 代表机器 所以达塔扣除以扣零 就代表的是销售量的变动率 销售量的一个变动率 当然同学们要注意了 我们假设单价是不变的 你想想如果单价是不变的 销售单价不变 那么销售量的变动率 和销售收入变动率 是一个变动率 所以这里表示销售量的变动率 其实在价格不变的时候 它也代表是销售收入 或者叫营业收入变动率 那么根据刚才第一个公司 我们可以看出来 销售量发生变动以后 必然会引起吸税前利肉的变动 那么吸税前利肉变动率 就是由达塔EBRT 除以一个EBRT零 这就是一个吸税前利肉的变动率 它是由谁引起的呢 我们说它是由销售量的变动 引起的吸税前利肉变动 而吸税前利肉变动呢 结合第二个公司 请多说这么看 第二个公司 就是美股收入的计算公司 在这个公司当中呢 吸税前利肉又是个自变量 美股收入EPS是个应变量 所以我们说通过第二个公司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吸税前利肉发生变动以后 现一步传导给谁啊 传导给美股收入 就引起了美股收入的变动了 美股收入的变动 我们就叫Data EPS 除以EPS0 这就是一个美股收入的变动率 也就试图于给普通股 股动呢带来的收入的发生波动 那么在这个波动过程当中 我们说其中呢 这个吸税前利肉EBRT 它的波动程度大小 是反映起了经营风险的 吸税前利肉波动程度越大 就意味着 经营活动大多 不缺电线就越大 经营风险就越大 那么怎么来衡量 你这个吸税前利肉 波动程度到底有多大呢 我们必须要给它找一个参照物 找一个参照对象 这个参照对象呢 就是拿消失物量的波动 或者是消失物收入的波动 作为一个参照对象 这样呢就提出来 经营杠杠 或者就经营杠杠系数 我们由DOL来表示 D是degree 是程度的意思 O呢是经营 Operating L呢是Leverage 就杠杠 所以DOL 就是我们所讲的经营杠杠 也把它称作叫经营杠杠系数 它是用来衡量什么 它是用来衡量经营风险 它是用来衡量 这个吸税前利肉 EBRD的波动程度的 具体怎么来衡量呢 就是由习税前利肉的变动率 除以这个销售量的变动率 或者销售收入变动率 这两个变动率作比值 就是我们所讲的经营杠杠 它的明显我们的经营杠杠杆越大 就意味着 相对于消瘦量的波动而言 税前利肉发生更大程度的波动 就意味着经营杠杠杠杠 就大 刚才讲到财务风险 我们说财务风险 就是在建议风险 讨论的基础上 进一步考虑 你建议活动大多的资本 如果你资本构成大多 存在着负责投资 或者是优先股投资的话 那么变化会导致呢 这个美股收益的变动率 有大于这个吸税性利弱变动率 也就是说会引起这个美股收益的波动 而美股收益的波动程度有多大 我们说也得要造个参照物 以谁作为参照物呢 就是以吸税性利弱的波动 造个参照物 这样就提出了财务杠杆 DFL 我们说这个财务杠杆 就是由美股收益的变动率 除非这个吸税性利弱的变动率 这个指标 我们说用来衡量财务风险 也就是财务杠杆越大 就意味着相对于吸税性利弱的波动而言 美股收益的发生了更大程度的波动 这种不确定性会进一步加大 然后我们再看 我们说在整个这个波动过程当中呢 我们说修收量的波动 是一个起点 吸税性利弱的波动呢 是一个波动过程当中的桥梁和纽带 最多的结果是尤其美股收益的波动 所以我们说从开始到结束 整个这个波动过程当中 实际上就体现这个企业的总风险 也就是体现建议风险和财务风险 叠加到一起的总风险 这个总风险 我们就是有总格格 也称之叫联合格格来好远 这个联合格格应当是有DCL 联合 英文代词一字母C打课就DCL 当然我们说也可以表示成DTL 这个DTL 什么意思呢 T我们说就是Total 是总的意思 DTL 就是总格格系数 联合格格的话应该是DCL 但是表示意思是一样的 这不是什么本质上的问题 只是我们在纠材当中称的叫联合格格 他说用DTL来表示 这个严格来讲联合格格应该是DCL 或者你直接叫总格格的话就DTL 总格格也好联合格格也好 道理一样 都是指建议格格和财务格格叠加到一起显存 因此呢我们说衡量的总风险的时候呢 用这个联合格格来衡量 那么这个联合格格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美股收益的变动率 除以销售量的变动率 这是我们所讲的这几个格格 建议格格 财务格格 联合格格 通过这个图 非常直观就告诉我们 一讲到建议格格 是指哪个变动率和哪个变动率的比值 财务格格又指的是哪两个变动率的比值 联合格格又指的是哪两个变动率的比值 通过这个原理结合的跨价图一目了然 就不需要使务应该 到底是哪个变动率比上哪个变动率 通过这个图一看就清楚 下边呢我们就讨论 这些格格的计算 影响因素 还有它的应用 下边我们首先 跟大家讨论的是经营格格 经营格格 比如 我们现在的假设 假设我们是站在2021年的年末 假设我们现在所在的时点是2021年的年末 那么我们说这2021年年末 我们又做那2022年的有关的预测 其中有一小工作 就是要做2022年的风险的预测 比如说我们有预测它的经营风险 所以这2021年末我又预测一下2022年 我这个企业的经营风险可能有多大 那么将来的经营风险是否在我的企业可容忍范围内 可承受范围内呢 我们说当然要提前预测出来 预测出来的基础上 如果说将来2022年 的经营风险的经营风险超过了我们的可容忍程度 或者可承受程度了 我们就提前的采取一些措施 想方设法把这个经营风险呢 控制在我们可承受范围内 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2021年的年末 有预测2022年的经营风险 刚刚讲过了 经营风险 我们说有什么来衡量呢 我们说有经营各个来衡量 那就是说 你有预测2022年的经营风险的话 那请你计算这个2022年的坚硬高高系数 你如果计算出来2022年的坚硬高高系数了 那么2022年的坚硬负现也就预测出来了 那怎么来计算2022年的坚硬高高系数呢 根据我们刚才的定义 我们说经营高高系数等于什么 经营高高系数就等于 吸税且利弱的变动率 就是ΔEBIT 除以EBIT0 这就是吸税且利弱的变动率 除以什么 除以收收量的变动率 就除以ΔEBIT0 除以Q0 用你的吸税且利弱变动率除以 你的吸收变动率 这两个变动率做笔值 就计算成2022年的 经营杠杠了 可是请同学们看一下 我们说根据这个公司的话 你放置上边的 吸税且利弱的变动率也好 还是放目下边的 修收量的变动率也好 这两个变动率 我们只有等到2022年 年末的时候 你才能够知道 话句话说 如果用这个公司 来计算这个2022年的 经营高高系数的话 你只能是在2022年年末的时候 事后给算出来 可是我们现在是要怎么样 这事前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2022年的风险 经营风险给预测出来 很明显你如果用这个公司的话 是解决不了 事先的这种预测 只能是事后算出来 因此我们是用计算2022年的 这个经营高高系数的话 能不能有这个公司呢 很明显没法用 那没法用的话 我们就需要呢 对这个公司界限下化解 那怎么来化解呢 先大家一起来看 我们说 2021年 是我们所讲的机器 2022年 是我们所讲的预测期 那你想 G7的 息税前的一种公司 我们大概可以写出来 就是EBIT 下标 标个零 EBIT零 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 单价P 才以销售量扣零 解决 单位变动场宝贝 才以销售量扣零 再解决固件场宝F 对吧 这个比如说是过失一 那么我们所预测期的 息税前利润呢 就EBIT1 下标标个1 代表预测期 那么预测期的 行政策利润 我们也可以表示出来 怎么来表示呢 就是有单价P 才以销售量扣1 解决单位变动场宝贝 才以销售量扣1 再解决固件场宝F 这叫工商 大家看一下的公司 我们说从G7的2021年 到预测期的2022年 在这个本来的故事当中 我们说单价是不变的 单位变动场宝也是不变的 固定场宝也是不变的 只有谁在变呢 销售量在变 销售量由扣零 变成扣1了 大家说为什么说 只有销售量在变呢 因为因为 我们根据了 监缘杠杠的定义 监缘杠杠就是指 息税前利润的变动力 除以销售量的变动力 是它相对于 销售量的变动而言 那换句话说 在这个变动过程当中 必须假设其他三个因素是不变的 只有谁在变啊 只有销售量在变 因为如果其他三个因素在变的话 这就分不清楚 这个利润的变化到底是由谁引起的 而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 是指销售量变动力 引起利润的变动 所以我们必须假设其他三个因素不变 所以一看公司就知道 单价不变 单位变动成保不变 固件成保不变 那么请你看 公司2解去公司1 2解1 当时左边呢 就是利润的一个变动额 就是我们所讲的Data EBRT 是不是 当时右边呢 收入和收入求差额 变动财宝和变动财宝求差额 固件财宝一求差额抵消了 没了 那你看一下 收入和收入求差额 可以把单价的提出来 就变成了P 才有一个Data EBRT 变动财宝求差额 同样 把单位变动财宝V给提出来 向到收入求差额 就V才有Data EBRT 是不是 那么你把这个Data EBRT 给提出来 就变成了单价 解决单位变动财宝 才有Data EBRT 单价解决单位变动财宝 这叫什么 我们的单价解决单位变动财宝 这叫单位变迹财宝 单位变迹财宝 我们在第16章讲过 我们有小写字母M来表示 这样呢就得出来 变迹财宝财宝财宝 变迹财宝财宝财宝 变迹财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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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注意不替化 不替化 所以请你看一下 Data EBRT 等于单位变迹财宝财 超于Data Co 除于EBRT零 方向下变 是销售量的变动率 就除了一个销售量的变动率 等于是跌倒相成 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Q零 除于Data Co了 对吧 方子和方母的Data Co和Data Co 一抵消 方子变成什么了 方子呢就等于 单位编辑过线M 乘以一个机器的销售量 这也是第十六章讲过的 单位编辑过线乘以销售量 这叫什么 这叫编辑过线作额 是哪一期这个编辑过线作额呢 是机器的 机器的 由M量来表示 方目下编 是习税切利用 哪一期的呢 也是机器的 由EBRT零来表达 这样请同学们看一下 我们说公司化解到这一步 化解到这一步 同学们就看明白了 就是说根据高层的公司推导 我们虽然呢 算的是2022年的经营杠杆系数 虽然算的是2022年的杠杆系数 那么根据化解以后的公司 这个预测期的经营杠杆系数 等于什么 等于机器的编辑过线 除以机器的协损线利用 也就是说你虽然 算的是2022年经营杠杆系数 但是其中呢 公司方子上面的编辑过线也好 方目下面的协损线利用也好 都是支持南西亚G7 指的是2021年的数据 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 我们刚才所讲的事前预测的问题 你比如说2021年G7 你的编辑过线总额是500万 你的洗碎钱利用是250万 编辑过线500万 除以洗碎钱利用250万 算出来的经营杠杆系数 等于几等于二 这是哪一年的经营杠杆系数呢 同学没有注意 是当然指的是2022年 预测期的经营杠杆系数 这样呢就解决了 我们刚才所讲的 事前预测的问题 由G7数据 算出杠杆系数代表下级性 这不就可以提前预测出来吗 那么根据刚才的表书 同学们可以看出来 经营杠杆系数计算公司 有几组公司 有两组公司 它就有两套公司 两套公司 一个就是化解后的公司 化解后的公司 一个是根据定义出发 定义出发 经营杠杆系数 代表两个变动力的比资 那么这两套公司 在用的过程当中 经常是套起来用 大家说什么意思 同学们注意了 就算在考试过程当中 如果是让我们算了经营杆杆系数的话 你应当是用后一套 后一套 就化解以后的公司来算 机器的边境贡献 除以机器的吸水钱 那种 算的时候是用后一套公司来算 但是算出来呢 通常又和前一套公司结合起来了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举例的 你预测出来 2022年 建言杆杆系数等于几啊 等于二 等于二 下边我们和前一套公司 结合起来 比如说 该公司预计了 2022年 2022年 销售量的提高 销售量提高 百分之啥 销售量提高百分之啥 这是不是够给了销售量的变动率了 对吧 那么问你 息税皆利弱提高多少 这不就导头与和第一套公司 又结合起来了吗 建言杆杆系数等于两个变动率的比值 知道了其中的一个变动率 另外一个变动率 能不能求出来啊 可以 息税皆利弱的变动率 就等于建言杆杆系数 乘以什么 乘以销售量的变动率 建言杆杆系数二 乘以销售量变动率百分之啥 那么2022年 预计的息税前利用呢 提高百分之二十四 这是有关于 建言杆杆 计算公司两套公司 一定要搞清楚 用的场合不同 算的时候呢 必须是有后一套解化 或者化解后的公司 而且算出来一定要注意 你算的时候 虽然是有机器数据 但算出来是代表预测期的 一个建言杆杆系数 另外算出来以后呢 将来我们是又回到前一套公司 两个变动率的比值 知道一个变动率 另外一个变动率 就可以求出来 这是我们所注意的一点 然后我们下边接着讨论 请同学们接着看 回到告诉我们所讲的问题 2022年的建言杆杆系数 等于什么 就等于机器的边际贡献 除以机器的洗碎切利用 那么请你看 根据第16章 憋迹贡献和洗碎切利用 和固定场法的关系 大家知道 憋迹贡献等于什么 憋迹贡献可以表示场 洗碎切利用 加上固定场法 是不是 所以这个公司就可以表示成 再做形式了 当然我们是也可以表示成 再做形式 分子上边的边际贡献不动 分母下边的洗碎切利用 等于什么 洗碎切利用和边际贡献 什么关系 我们在第16章的假刀 收入补查藏宝的时候 分两部补查 第一步是有收入先补查 变动藏宝 补查完了就是边际贡献 第二步 所边际贡献 进一步补查固定场法 补查完了 那就是洗碎切利用 你主要看一下前一个公司 那么我们所根据的 建阅高杆系数 计算公司呢 非常直观的告诉我们 我们说你格局计算公司 请同学们看一看 第一点 这个建阅高杆系数的高低 主要有几个因素决定呢 根据这种公司的话 那很明显 建阅高杆长度的大小是有洗碎切利用和固定藏宝 注意这个固定藏宝是指固定建阅藏宝 是建阅活动大众固定藏宝 他俩过头也小 对吧 第二点呢 你根据这个 建阅高杆系数计算公司 非常直观的 就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分子当中 分子大还是分母大 分子大分母大 我们说一般来讲 分子是大于分母 到了 在二般情况下 分子和分母就下到了 所以我们说的建阅高杆系数 应当是大于等于几 大于等于一 大于等于一 在什么时候等于一呢 一看这个公司就知道 就是说 如果固定藏宝F等于零的话 固定藏宝F如果等于零 建阅高杆系数就等于一了 建阅高杆系数等于一算面什么 算面销售量增结变多一倍 习税前例如也增结变多一倍 有没有这种嘎嘎的发大作用呢 没有 没发大 但是 如果说固定藏宝F不等于零呢 我们说如果固定藏宝F不等于零的话 那么这个建阅高杆系数 一定是大于一 一定大于一 高杆系数大于一了 说明什么 说明销售量增结变多一倍的时候 引起了吸税前例如更大程度的变动 这不就产生一种尬尬的发大效应吗 因此我们说 之所以有一种经营尬尬尬的发大作用 其根本原因是什么问题啊 是在 是在 藏宝的构成当中 日常经营混合过程当中 你的藏宝构成当中 怎么样呢 从这 从这固定建阅压藏宝 从这种固定建阅压藏宝 正是因为藏宝结构当中 从这种固定建议的藏宝F 也就F不到一年 才产生了这种建议杆杆的发达效应 那换句话说 如果在这些藏宝构成当中 假如说没有固定的藏宝 藏宝的全部都是用变动的藏宝构成的 全部都是变动藏宝没有固定藏宝 那杠杆系数就等于一了 就不会产生这种杠杆发达效应 所以呢这个原理大家要搞清楚 我们一讨论建议分析 讨论什么问题啊 实际上讨论的是藏宝结构 生产建议活动过程 藏宝构成 或者就是藏宝结构 如果从这固定性建议藏宝 那一定会从这种尖杆的发达效应 最后一点 说这个建议尖杆的大小 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受哪些因素影响呢 我们再看这个建议尖杆系数 它等于憋激贡献 除以洗碎切利落 而分子上面的边际贡献 我们说可以怎么表示呢 可以由单价解决单位边多厂宝 藏一个什么 藏一个消息量 单价解决单位边多厂宝 不就单位边际贡献吗 单位边际贡献藏消息量 就边际贡献总 父母呢 父母洗碎切利落 就是由边际贡献 进一步解除固定藏宝F 那么 然后分子和父母同时 处于一个分子 就分子分母同时处于分子的边际贡献 分子上面就变成1了 分母下面就变成了1 减去F固定藏宝F 除以一个括号 单价解决单位边多厂宝 才能修数量 那么通过这个公式 我们就非常直观的可以看出来 同学们说看出什么来 非常直观的就可以看出来 影响金融高高细数的 直接的因素 有几个直接因素 我们是有四个直接因素 这四个因素 应该是从两个方向来影响的 一个是同方向 一个是反方向 同向反向 这四个影响因素当中和建要杠杠杠杏数 同方向变动 是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固定的厂宝 一个是单位变动的厂宝 反方向变动也有两个 一个是单价 一个是销售量 其实你不用从数学公式角度来看 凭常识你也能够下杂到 你想一想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固定厂宝 也好 变动厂宝也好 如果他们提高了 企业的利润就 减少了 就有可能会导致企业出现亏损 其实也就意味着企业的经营风险就变大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这个固定厂宝和变动厂宝 厂宝因素 你想一想 对经营杠杠杠杆 经营风险的影响 肯定是同方向的 因为厂宝增加 对公司来讲 肯定是不好的一面 肯定会增加你的 将来出现亏损的可能性 会更大一些 所以对企业是不利的 是不好的 所以成本因素和经营杠杆 同方向变动 而消瘦单价和消瘦量呢 你提高消瘦单价 或者提高消瘦量 会增加企业的延远收入 会增加企业的利用 利用增加了 那当然经营风险就降低了 降低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个提高单价提高消瘦量 既然增加收入 对企业好事还是不好的 当然是好事了 也就提高价格提高消瘦量 有助于增加收入 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有助于降低经营杠杆 所以是反方向变动 这是以上呢 给同学们所介绍的 有关于经营风险经营杠杆 怎么算 算出了以后怎么用 还有呢 它的影响因素 掌握到这个程度就OK了 然后呢 我们请大家再看 财务杠杆 DFL 同样 同学们想象一下 同样我们假设 在2021年 我们有预测 2022年的财务风险 我们说呢 就意味着 又计算什么 又计算2022年的 财务杠杆 稀疏 你算出了杠杆 稀疏 才能够知道 它的财务风险有多大 那么同样 我们说 格局定义 格局定义 财务杠杆 稀疏 是指哪 两个变动率的比值啊 我们说 它指的是 每股收益的变动率 除以什么 除以稀罪且利落的变动率 对吧 同样我们说 你有预测2022年的财务杠杠 财务风险 你能不能直接格局这个公司来做 当然不可以 同样因为这两个变动率 只有2022年 年底的时候 事后你才能够算出来 所以呢 我们说解决不了 我们所需要的事前预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同样 我们需要把这个公司要进行化解 化解 化解的时候呢 什么类化解 先同学们思考一下 G7 就是2021年 G7的每股收益 我们用EPS0来表示 下标标个零 代表G7 G7的每股收益 这个公司能不能写出来 可以写出来 就是用EBIT0 解决利息I 长沙克一节所得税率 Z 解决优先股的股息 优先股的股息 我们用PD来表示 这种股息 发目呢 除此是普通股的股数 普通股的股数 那么预测期呢 就2022年的 美股收益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写出计算过程 EPS1 下标标个1 等于 分子上边 就是EBIT1 解决利息I 从上个一解决 解决一个PD 除以普通股的股数 请大家看 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 比如说这是公司1 G7公司是1 预测期间公司是2 请你看一下 这倒是有编 倒是有编 公司当中呢 我们说这又是EBRT这编 EBRT 由EBRT0 变成了EBRT1了 其他的都没有编 利息I没有编 所得税率没有编 优先股的股息也没编 普通股的股数也没有编 对吧 也就是说这个美股收益 着受谁的影响 受编税前例如EBRT的影响 同样的请你看一下 公司2解决公司1 公司2解决公司1 当时左边 就是美股收益的变动额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DATA EPS 美股收益求差额 当时右边呢 求差额 方母是普通股的股数是压的 方子上面呢 请你看一下 求差额 优先股股息和优先股股息底下没了 是吧 一解所得税率提出来 一解T提出来 对吧 困号里边呢 利息I和利息I一做差额没了 剩下的就是 习税前利用的差额 DATAEBRT了 是不是 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公司3吧 那么 利用公司3 公司3 除以什么 除以公司1 公司3 除以公司1 公司3 除以公司1 不就是DATAEPS 除以EPS0嘛 公司3 除啥 公司1 其实代表的就是美股收益的变动率 先同学们给除一下 除一下 除 就是跌倒向上 你看一下 变成什么样的了 就变成DATAEBRT 成上个一解T 除以什么 除以一个括号 EBRT0 解决利息I 长上个一解T 然后再解决优先股的股息PD 对吧 现在呢 你把这个公司 比如说叫 参加公司4 你把这个公司4呢 代入到前边的 按照定义 来表示的那个财务杠杠系数计算公司 请你对一下 DFL 等于什么呢 美股收益的变动率 这个美股收益变动率 刚才就是用公司4来替代了 你对下去 就是DATAEBRT 成上个一解T 是不是 除以 括号 EBRT0 解决利息I 成上个一解T 然后再解决优先股股息PD 这就是美股收益变动率 除以什么 除以息税切利用的变动率 注意了 这个息税切利用变动率呢 就不要替代了 不要替代 跌倒下场 就成一个 EBRT0 除以一个 DATAEBRT 对吧 公司化解到这一步了 然后呢 分子上面的DATAEBRT 和分母下面的DATAEBRT 是不是抵消了 抵消了 然后就往下看 分子和分母同时 除以一个一解所得税率 同时除以一个一解所得税率 分子上面呢 就只剩下了 EBRT0了 是不是 分母下面呢 除上个一解所得税率 除上一解所得税率 前面这一项就变成了EBRT 零 解决利息二 对吧 然后再解决优息的股息 PD 除以什么 除以一解所得税率 这个公司呢 就化解到这一步了 那么大家注意看 这个就是我们化解以后的 化解以后的 这个财务杠杠系数计算公式 那么你看一下 这个公式当中的 7岁前例如EBRT 哪一期的 G7的 利息二呢 也是G7的 优先股的股息呢 也是G7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真正算这个财务杠杠系数的时候 用哪一头公式算呢 就用的是这个解化后的 这个公式 同样我们说 这个公式当中用到的数据 虽然是G7 2021年的数据 但算出来的 财务杠杠系数 代表哪一年的呢 一定要注意是代表预测机 2022年的 2022年的 那么在这套公式当中呢 这个财务杠杠系数 同学们觉得说好复杂 不复杂 因为这个公式是基于什么 资本结构当中 既有负责 又有优先股前提条件下的财务杠杠系数计算公式 那么我们在考试过程当中呢 监察会讲到 资本结构当中是没有优先股的 那没有优先股的话 就导致于这个公式当中优先股的股息 PD是等于零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财务杠杠系数计算公式是大大的简化了 没有优先股的话 财务杠杠系数就等于机器的行顺前利用 除以机器的行顺前利用解决利息了 这不就简化了吗 同时也是一样提醒大家 提醒同学们 刷这个财务杠杠系数的时候 必须用这个化解后的公式 就用这个简化公式 但是算出来以后呢 也是要和前半的 那个定义公式要结合起来考 就是那两个变动率的比值 你只要知道其中的一个变动率 就可以求出另外一个变动率来 所以要注意这两套公式 套起来用 算的时候用后一套公式 算出来用的时候 又回到前一套 按照定义来表达的公式来 这是关于成无杠杠系数 同样有两套公式 算有后一套 算出来用的时候回到前一套 然后请同学们看 成无杠杠系数的计算公式 请同学们观察一下 分子大和分母大 和刚才讲的一样 一般情况下来讲分子大 分子大于分母 二般情况下分子和分母相等 什么情况下是二般情况 或者就特殊情况呢 你公式当中如果利息2等于0 同时优先骨的股息 批地等于0 他俩都等于0的话 这个财务杠杠系数 肯定就等于1了 所以我们说财务杠杠系数 应该是大于等于1的 大于等于1 什么时候等于1 刚才已经说了 利息为0 优先骨股杠杠杠系数 就等于1了 就意味着 习税前利润 增结变动一倍 美股受益增结变动 也是一倍 这个时候是不从 这什么杠杠发达效应 但是 但是 如果 利息不等于0 或者是优先股股息 不等于0 那么这个尖杠系数 一定是 大于1的 一定就存在着一种尖杠的发达效应 所以我们说财务尖杠 讨论什么问题呀 注意了 他讨论的是个资本的构成问题 资本的构成问题 你既然有很多大作所需的资本 全部都是普通股呢 还是有负债呢 还是有优先股呢 我们说 如果你资本结构大作 从这负债 或者是从这优先股的话 那么这个财务尖杠系数 就大于1了 这个时候呢 就有种财务尖杠的发达效应 而且呢 通过这个公司 同学们也可以直观的看出来 影响财务尖杠的因素 影响财务尖杠的因素 有几个因素 我们说从形式上来看 有这么几个因素 一个是息税前例的EBRT 第二个是利息爱 第三个是优先股股息 第四个是所得税税率 因为优先股股息是所得税后的 优先股股息 除一节所得税率 还原是要税前的 几个因素 四个因素 但是你不要忘了 息税前例如EBRT 又受几个因素影响 又受四个因素影响 单价 修收量 雇件财保 单位变动财保 既然这些因素影响 息税前例如 进而我们说会影响 你的财务杠杆系数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这个财务杠杆 怎么算 算出了以后怎么用 它的影响因素 有哪些影响因素 这个原理就够明白了 最后呢 我们看一下 总杠杆系数 总杠杆系数 也就联合杠杆系数 总杠杆系数 那么各据定义 总杠杆系数 反映的是 每股收益的变动率 除以什么 除以 修收量的变动率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 同样呢 算了个总杠杆系数的时候 依然是不能 用这个公式 不能直接 用这个公式 两个变动率 鼻子来算 那大家说怎么办 那么我们说 这个故事当中呢 你给它插入一下 乘一个变动率 除一个变动率 插入哪个变动率呢 插入一个 吸税前例如的变动率 DataEBRT 除EBRT0 除一个DataEBRT 除一个EBRT0 超一个吸税前例如变动率 除一个吸税前例如变动率 然后怎么样 交叉匹配 交叉匹配 交叉匹配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说 这个吸税前例如变动率 除以 修收量的变动率 这不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经营杆杆吗 美股收益率变动率 除以吸税前例如变动率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财务杆杆吗 所以我们说 这个总杆杆 或者叫联合杆杆 这或者等于经营杆杆 财务杆杆的成绩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在计算过程当中 如果让你算这个 联合杆杆 或者总杆杆的话 算的时候 怎么算 就是有经营杆杆 乘以乘物杆杆 这就是总杆杆 就算出来了 算出来以后 这种用的时候 同样 就回到了前一套公司了 两个变动率的笔子了 知道一个变动率 就可以算出另外一个变动率 而且我们说 凡是影响金融杆杆的因素 凡是影响财务杆杆的因素 肯定会影响到总杆杆 这是我们以上呢 给大家所讲到的 就关于这三个杆杆 它的含义 它的计算 应用 功能 还有呢 影响应许 这个内容呢 其实也蛮简单 并不复杂 凡是 Lindsay